苹果搭配燕麦让你7天快速瘦身 过了30岁之后 新陈代谢能力开始下降 无论男女 首先面临的也是腰腹部发福的打击 试过很多减肥方法都不见成效 一项以112名25岁到49岁的女性上班族健康体检报告进行的调查 发现当中腰臀比超过0.8的比例 竟高达70% 数字高得吓人 苹果燕麦快速瘦身法 坚持一段时间轻松甩掉水捅腰 营养又好喝 今天就用这些燕麦搭配一颗苹果 来和大家分享一道减脂美食 营养又美味 吃多了也不长胖哦 越吃越苗条 一起看看怎么做吧 现在我们先把苹果放入碗中 往苹果上来点食盐 然后再加入清水 水位可以没过苹果就可以了 可以用食盐水来浸泡清洗苹果 就这样浸泡几分钟就可以有效的去除果辣了 现在我们先来把燕麦清洗一下 加入了清水之后 我们像这样把燕麦抓洗干净 燕麦属于一种非常营养的粗粮 常吃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好的 燕麦在MG时代杂志评出的十大健康食品中 燕麦排名第五 燕麦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 可以帮助降低胆固醇控制血糖 并有助于增强饱腹感 而苹果中的胆碱和苹果酸可以促进肠道蠕动 促进消化和代谢 因此苹果和燕麦一起泡可以促进肠道蠕动 增加饱腹感 从而减少食欲和热量摄入 有助于减肥和控制体重 洗干净的燕麦我们先把脏水倒掉 先在锅中烧水 水开之后我们把燕麦放进来 煮燕麦时不用煮的太久 煮的越久营养流失就越大 所以只需要把它煮熟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先盖上盖子小火煮10分钟 这个时间我们来把苹果搓洗一下 把苹果根地这些洗干净一些 再把苹果皮搓洗干净 苹果里面将近三分之二的纤维成分都在苹果的表皮中 纤维是身体必须的营养成分 苹果皮的营养比果肉的营养还要更加丰富 所以我们平时吃苹果时就不用再削苹果皮了 苹果是一种富含营养的水果 其中包括丰富的维生素C 纤织纤维 多种矿物质 以及其他有益的营养物质 它不仅美味可口 还有助于维持身体健康 清洗干净之后 先放在一边沥干水分备用 现在我们来看看燕麦 就把燕麦煮至这样饱满开花的状态就可以了 不用煮太久 不需要再煮了 现在把锅关了 放在锅中放凉备用 再准备一个大一点的碗 往里面加入两勺量的蜂蜜 再用45度的温水冲化开 我这里用的是土蜂蜜 土蜂蜜的营养价值会更高 而且也更保真 口感更好 蜂蜜中含有大量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 日常生活中适当的吃一些 对身体还是很好的 蜂蜜中含有大量的糖分 而且是一种天然的营养品 所以可以直接化作营养物质进入胃中 帮助人体消除疲劳 补充能量 吃点就会有饱腹感 而且蜂蜜中的糖分可以不经消化系统 被人体所吸收 不会形成脂肪沉淀 所以对于减肥很有好处 蜂蜜还具有调节胃肠的功能 可以加强肠道的蠕动 具有排便的功效 能预防和治疗便秘 蜂蜜对于减肥是很有利的 但是也不能多吃 蜂蜜化开后 先放在一旁备用 现在我们来切苹果 把苹果对半切开 切成小半 我们再来把苹果的果盒去掉 苹果被称为果中之王 它的营养非常丰富 苹果中富含多种维生素 碳水化合物 微量元素和膳食纤维 另外还含有丰富的苹果酸 九石酸和胡萝卜素 是所有蔬果中营养价值 最接近完美的一个 苹果的热量非常低 每100克苹果只有52大卡 我们经常吃苹果 不仅不会发胖 而且还能分解体内多余的脂肪 起到减肥的作用哦 所以每天吃一个苹果吧 苹果切好放入蜂蜜水当中 现在再来切一根香蕉 切成小怪 香蕉是不少减肥人士的最爱 香蕉确实是一种 很好的减肥水果 香蕉富含甲元素 具有饱腹低脂的特点 其本身卡路里很高 但是脂肪却很低 所以它可以减少 脂肪在体内的积聚 补充足够的矿物质 膳食纤维 能够减少主食的摄入 但未尝到得到休息 从而达到间接减肥的目的 在减肥期间 搭配点香蕉最好不过的 切好的香蕉片 放到蜂蜜水当中 搅拌搅拌 把香蕉和苹果 放在蜂蜜水当中 浸胖够10分钟 这样吃起来口感会更好 放置温热的燕麦 我们放入破壁机中 苹果香蕉蜂蜜水 也放进来 盖上盖子 不用加热 直接打成汁 打好之后 我们会看到 果蔬汁的表面 会有蘸一层泡泡 这个泡沫 我们千万不要撇掉 因为这个泡沫中 含有非常丰富的酵素 酵素中含有着 非常丰富的营养 而且它很敏感 所以我们要尽快喝掉哦 这样才能保持 它最好的活性 现在我们把果汁 倒入碗中 就可以开始喝了 这道美食的制作 非常简单 口感香甜 特别好喝 既可以作为早餐 也可以作为一天的饮品 而且不但能帮助减肥 还能美容 让你随时保持身体健康 和充满活力